在凯里欧文与以赛亚托马斯完成互换之后 东部两大豪强克利夫兰骑士队和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互会双赢 骑士得到了小托马斯 克劳德的极战力和日日起与蓝网首轮先的潜力 而凯尔特人得到了欧文阵地战单打攻坚能力 在这桩大交易达成之后 东部两大巨星的交易已经完成一个 而纽约尼克斯球星卡梅隆安东尼的交易始终无法达成 其实在欧文向骑士管理城提出交易申请之后 本来与火箭队正在谈判的纽约尼克斯将目标改为 用安东尼交换欧文 但是由于尼克斯除了安东尼之外 不愿意送出波尔金吉斯这位天才球员 这桩交易始终没有达成 值得一提的是 拥有交易否决权的卡梅隆安东尼 如今只愿意前往休斯顿火箭队 与自己好友克里斯保罗联手冲击总冠军 由于火箭总经理莫雷 除了大前锋莱恩·安德森之外 不愿意送出其他有价值筹码 纽约尼克斯管理层始终不愿意让火箭占便宜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看来 休斯顿火箭队似乎是安东尼唯一可能的技术 如果尼克斯管理层抢留安东尼一年 恐怕到2018年休赛期的时候 球队任何筹码都无法得到 安东尼也会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自己向往的球队 由于纽约尼克斯已经将波尔金吉斯视为舰队基石 如果安东尼留队 势必将为影响对这位拉脱维亚天才中锋的培养 不过安东尼的交易否决权 让尼克斯管理层无可奈何 欧文加盟凯尔特人 或许可以加速安东尼的交易进程 纽约尼克斯队如今已经别无选择 怪就怪当初菲尔杰克逊任总裁的时候 伤了甜瓜的心 如今无论如何挽回 安东尼去意已决 不会回头 虽然离对交易始终没有达成 但是安东尼在休赛期 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经常出现在健身房和篮球场进行训练 毕竟这位球星的黄金期已经所剩无几 安东尼也希望在自己的巅峰末端追逐总冠军梦想 休斯顿火箭球星詹姆斯哈登和克里斯保罗等人 在休赛期也没有闲着 除了参加德鲁联赛保持状态之外 经常在球场一起训练 培养默契感觉 而这两位传球大师的合作必将让火箭在下赛季的助攻术 在联盟名列前茅 如果安东尼这位中投小王子可以加盟的话 火箭必将对未免冠军勇士队造成不小的威胁 这个确选的